今天是朝鲜成立70周年的日子 近来朝鲜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在今天举行阅兵仪式之前 朝鲜早在昨晚就已经举行了文艺演出 至于今早朝鲜领袖金正恩 还率领了党政军高层到锦绣山 参拜祖父金日成和父亲金正日的遗体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庆祝这个日子 朝方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560多名记者 参加建国典礼 如此庞大的记者团到朝鲜报道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朝鲜为了迎接建国70周年庆典 平壤市内进行了统一的煤化整修 不仅重新修缮了一些主要交通道路 平壤市内的宣传标语 也基本上都换上了 喜迎建国70周年的内容 由此可见 为了举办这一次庆典 朝鲜方面做了大量充足的准备 8号晚上平壤体育馆举行国庆文艺演出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等官员观看了演出 年日来每当夜幕降临 平壤还开启 截日期间夜景照明 牛津饭店等标志性借助户上演灯光秀 来到了今天 9号角上 朝鲜领袖金正恩率领党政军高层到平壤锦秀山 安放祖父金日成与父亲金正日遗体的太阳公三拜 献花篮之后粘粮两人遗容并鞠躬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庆祝这个节日 朝方还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560多名记者参加建国典礼 如此庞大的记者团到朝鲜报道是史无前例的 MTVC中和报道